交通部2023年举办推动安全改革专体研讨会活动时 于台铁富岗机场第八截车厢中发现的灵难者一股 让家属震惊不已 更担心是否还有其他以海雨衣物被留在清水隧道 家属组成太鲁阁的眼泪 向台铁提出再次搜索隧道的要求 于2024年2月及3月凌晨重返出轨出隧道 竟在轨道下右发现 野骸和遗物金花莲地检数件事比对后 却认为当初11名灵难者的野骸 泰鲁阁的眼泪八日发声明表示 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内心的错愕与悲痛 原以为挚爱的家人已完整好好安葬 入土为安 那些一概的关和上的坛 如今该怎么办 泰鲁阁的眼泪也表示 他们明白事故时的救援行动相当急迫 混乱 透过这次事故的惨痛经验 在未来当发生类似重大事故的时候 要有明确的在后处理标准作业程序SOP 明确规范处理事项 流程 负责机关等 中央要做所有检调单位 孕安会等机构间横向沟通协调 系统性地处理 让他们的痛不再发生 让所有不幸的大体能完整回家 也让家属能完善地告别亲爱的家人 明镜专业